現在要發練習的學生 例如我隨便選一個學生 一般來說我會先看看 他做了那個日數來看 我們可以這樣看,選一個排序 然後按日期去排序 最上面是200多日前 下面可以選一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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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兩日前的排序 你可以選一個排序 例如這個排序 這個排序是4A的 過了4天應該要重溫 就選一個排序 例如這個排序 這些排序 你會看到總數 下面的排序有15個 你看看學生 一般來說一天可以溫到幾個 我選了兩個 或者我選一個近一點 例如我選這兩個 這裡有10個 或者這個有15個 然後要發代碼 就選一個assign 按一個task 然後按一個task 就可以了 那段標誌 就已經copy到 那裡 那裡 你可以去 Vchat 去傳送給他 例如選一個學生 然後貼回代碼 就完成了 一般來說 除了做這個動作 我會再做多一個 選一個sign 然後選一個 Activate 所以Activate 其實很簡單 就是記錄下 這三個星星 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當它默完字 的時候 它會給你看它默了 你可以在這裡 去選一個星星的幾個 然後 通常來說 有星星的幾個 你怎麼可以快速找回有星星的幾個 你看到我之前有幾個有星星的 那我就當成這幾個 我去選一個sign 然後選一個App 即是說有星星是排最前的 然後我選一個navigation 選一個task 就去找回有星星的幾個 如果它拍了給你 即是它默了 你就按下sign 接著按下sign 接著按下sign 這裡有 第一個就說 可以更新回它的狀態 例如按下sign 去猜一下下一個 就會去到A字 接著按下sign 按下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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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會先使去 讓你會注意 才會否定 還可以 按下sign 可以選一個排序 按下sign désign 按下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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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顫 按下sign